孩子们 我回来了 微博G终于觉醒 上线亚军回归 陌生劳赞出狱 各姐说欣慰不已 微博G回来了 这才像世界亚军 拳头明年堂一年一个 我感觉明年应该是最有争议的一年 今年倒算了 第二个不是物资占卖不动 你明说吧 但是物资讲实话会有争议 嗯 它上赛区出的 上赛区出的 比如第一个出了地赛区的 LSK的出一个 而且这个IPO出一个 它那边得欧洲要出一个 它这样子还是赛区出的 LPO出谁我都会买 那边可能出物资啊 为什么呢 物资有亚运会冠军加MSI 差不多了 对啊 这也差不多了 还是有说服力的 感觉今天微博G2比0要破了 已经把AL的不败金身破了呀 AL小G都没输过 全是2比0 上来就已经输一把 直接太坦 太坦飞 飞野哥 我操Sero的招牌破败 我操Sero 这个招牌 底库 就没输过 底库 打小虎在飞机 说了呀在打飞机 然后再来把野河 赢了 飞机死哥 飞机死哥 直接出 感觉可以呀 飞机死哥 死哥呀 这也脱了呀 这也死哥算了 胆子大爷 这什么什么鬼 韩冰 松松的招牌自信韩冰 韩冰啊 那一直的韩冰啊 我这个普通不是普通 哇操 什么意思 香克斯 会打飞机这个对局 怎么在这里出现了 经典对 但是 香克斯的会 小虎的飞机 最强的会打最强的飞机 韩冰AD的话 辅助就全布隆呗 能摇布啊 这个韩冰 什么布隆呗 那会也懂啦 S赛冠军皮肤卖不动啦 没人买单啦 就搞明天堂了开始 收割啦 谁的买S赛冠军皮肤啊 狗都不买 死哥呀 我真讲句实话了 贵了 真的太贵了 死哥加布隆 一定是布隆 一定不可能是别的 布隆肯定是最好的呀 然后右边就选个葛温 右边只能选维恩 怎么说阿乐凯拿 维恩 一定是维恩 这个装的 要选什么嘛 嗯 我是第四 华操 全个尼哥换线 点 哎呦 葵 10楼的葵桑提 10楼的葵桑提 和10楼的乌底有什么聚楼啊 葵桑提就是太稳了 反正可以打蝎子应该打不过 蝎子 蝎子是乌底的感觉 还是蝎子 乌姿3000的话 主播会买吗 他这个出的是乌姿3000 3万我就买了 也是一种支持 S12冠军皮肤 我都没见过人 国服都没见过人这种 S12冠军皮肤他妈谁啊 我从来没见过人用 这是国服 我想想 真的有什么买 第2X的吗 对对第2X 我讲人听的 我算fake粉丝 他卖的太贵了 知道吗 贵的我都不想买 他卖便宜一点 好不好我都买了 那个1000 3000的我真不想买 太贵了卖的 明神堂那个皮肤确实屌 我今天就爆了 我肯定不买 嘿嘿嘿嘿 但我说实话 如果明神堂出一个我的皮肤 我肯定买 我不仅买 我要给身边所有人买 但他不出 他不如全部一块200算了 他这样200他也不愿意买了 妈的 博力作销都不行 哦 今天人好多啊 兄弟们 老干爹 他们该加的时候没点加 不该加的时候一堆人加 完了这下轮对象好难打呀 鞋子打魁昌提是长这样的吧 魁昌提连线都看不了 这优点不太对 主要是现在A的感觉 必须有一种问题是 阿乐不是打那个 UB的时候不是玩了 南部玩的很好玩 南部他今天 但是又不敢玩南部了 然后呢 蝎子本来就不玩 卡牌也不玩 所以别人选蝎子 他只能用这种东西打 传统水龙本 第一条最爽的龙 空白死哥红刷呀死哥 他有视野看到对面的打龙 他要去守了 打不了要接手了 被追着打 如果可能要 哇 好准啊塔塔长这两发Q 打得破半没有战斗能力的 怎么说龙也有机会 叫闪一躲个技能 哎不然闪下来 空大了 两个射 闪现下来一场吃龙啊 漂亮啊 这里他在 陈龙太屌了 门不了了 赞 被他在羞辱 爆了 这下半句 下半句 下半句 完了 太坛也没了呀 完了 后不这里只能等死了 后不 陈龙太坏了 陈龙太坏了 哎呦 WBG 在这里准备唱歌了 还想打动回程吗 走 艾西无人机也到了 再收 再收点 再收点 到了 死哥再来再捡一个人头吗 唱大吗 塔塔 唱大 拉蛋在唱歌手 别死卡顶住 没顶住 什么呀 塔塔 超 没错 没来得及有点可惜啊 塔塔 笑了塔塔 他久违的笑容 是的 好久没笑了 我说句实话 兄弟这两把游戏拿拢 比他一年拿拢就多 这事 说什么选择这个阵容 感觉 微博是 本着要比你通过这个 4-0开始 可能确实实有点没法玩啊 还不了了 还有一点少致 还不了了 你看嘛 这个甜品C罗撒掉了 那个C罗打成100拳才的 他也是凤的吗 他真凤了兄弟 微博要赢了今天 是的 他闪下来想抢龙 然后闪下来就后悔 怎么可能闪下来 龙还没抢到 他抢到龙又能怎样 他到时候以为 他抢到龙之后能变成龙 他那点血下来干嘛 感觉这波小龙宝 不会闪下来抢 会吧 不可能 哈哈哈哈 劳赞都笑了 微博拒之下真要狂欢了吧 兄弟们 最近高考的压力会不会很大 如今已结束 是不是得给之前的高压 来一波释放 我这里有操控性更强 刺激度更高的心灵脉 外形影针 像是从南开而复刻 股价真是堪比小蛮腰 通道设计像吸血鬼一样能吸 话不多说 发车了 死哥把你头上刷爆 资源控爆 怎么玩这把游戏 不想无敌的呀 真无敌的 别说拉满了 小龙有了 虫子有了 人头有了 猪宫有了 我打了1200一套 老赞不装了吗老赞 把我打齐了 终于开始 哇差小虎 涌开了 小虎没没车 小虎现在 我IP拉几个老人中了 现在都是紫路玩的 你中的 等给你进 来啦 台大 汤没打到 拍不到的 刚才这么稳吗 太文件了 太文件了 好像杀不死了 感觉打不死 1000400你看 勾到是不可能死的 对 绝对不可能死的 这没在没点 杀不了 他在5级啊 还是有一个位 小虎 这里没闪现的 被盯到就要死了 漂亮了 没闪的小虎 直接被硬O硬了 来好 太坦了 小虎终于涌了一把 然后被抓了 打得挺强制的 那我们现在AO确实只能这样打 那一直在找机会 他们这种人发育二级引不了啊 嗯 打个技能不 哎 这个位置不是打进来的 进化有任性 哎呦 麻了麻了 DM 给他 主队有大 主队我上来越吗 下路可以4-2 此歌是有大的 怎么说 他的先唱大吧 此歌先唱大 不是唱慢了吧 很漂亮 烂了 怎么这么幽默 感觉老战这死哥 是约等于两个攻大 对啊 我两个大直接白胶 卡尔肯定是死了 克里斯皮直接来抗打 克里斯皮直接抗打 卡尔必死无疑 没有那么超多空间 把火焰骗过了 那算了 抓了 抓了 不是 哎 哥们 三个人没死了 啊 弄死了 乱了AA 乱了 来到这里一遇死死了 冰尸出生脱 A真乱了 很可怕 又回到以前的那个A了 也要感觉晕了呀 伤疤到 看 你还能看下个词 很激了呀这把 微博啊 我们两个人 第一把输完之后 有点刀刑破碎的 是 这种局死哥 兄弟无得嘴笑 这种局 看 控龙 说我不会控龙 是吧 笨号 你看我控不给你控 哦呦好流畅的抢龙 他就这样想的 卧槽这破败王兄弟 他真狠 他真想抢 他是真狠 就龙有点像他的父亲 两个伞 全是就 奔龙去了 这把AL 很难赢啊 但这个阵容就很难赢 对劲 两把AP打也对劲了 英雄也对了 而且下路也选 这种对线抢个组合了 不搞了 哎呀上路说实话 蝎子打老黑就打狗的 你们想到吗 还要选老黑打蝎子的 WBG这个队伍就是这样 我是觉得他们打谁都能输 他们打谁都能赢 这个队伍就是这么夸张 真上线队伍啊 这是这么一推牛逼 你来这抓小虎 小虎有闪 卧槽来弄小虎吗 刘兴冬在也要咯 硬咯 反手大招 刀耳松松这个大招 好像 大是不是反枪大 知道 几个没打到 但是阿乐 阿乐是闭子无疑了 阿乐在前面左右回来 看看 特别是不要打 这漂亮一个老汉对着 再一个闪眼抓 抓回来像这漂亮啊 这布里着 这蝎子太厉害了 这一眼 鬼鬼 莫生莫生莫生 那就死完 对哟 喂哟 这我打蓝直接去 G啦爆啦 WBG 什么情况啊 这么猛啊 WBG 游戏被杀死了 比赛结束了 上次的公司链刀 别人低下来 VW直接 V1 才能够往A8 去行 会吗 嗯 反正往A8 把都黏压了 感觉的话 AR心态爆了 到底最大的优势啊 他们如果连AR都能这样掠的话 我觉得他们打谁都能掠啊 因为AR这个赛季 这么打了 真好 莫生 卫柏鞋这个队不队进来现在 他在眼后突然这个队醒来 他在觉醒 他在野河加上 他妈刘青松 他们打对线的 什么 莫真 这边太坦又被打起来 怎么说死了 被死了 直接cue死了 就这么就杀 伤害太高了呀 微博也好起来了 这把赢得太关键了 本来今天输了 1-3的要G了 嗯 17分钟领先5000多了 那不死了先开个大 把中塔逼了 开大就有 开呀 开了 打招 打碰 又终了 纯折磨局 好起来了微博 WBG经历了什么 或者说AL经历了什么 感觉AL打其他队友都是虐呀 WBG打这些队友压力巨大 诶 鞋子来来 跟Coco打在一起 那杀不掉 这两个人瞎兵鞋 能杀布雷哲吗 布雷哲 石头漂亮 Coco 漂亮的材材 刚才躲了石子 我 恰 他的操作 B卡特 自信 突然的自信 加个戏 怎么又是太坦的偷鱼 两个人偷鱼 两个人偷鱼 有的时候辅助拿头 压力挺大的 真的不想拿 对 就他自己其实也会长拿 你看死个装备 在看佛业哥装备 我是回一个我梦了 两件打一件吗 对 你们看现在卫 第二件还没做出来 飞机三上五斤 这个时候卫的伤害 只有飞机的一半 没有任何办法 怎么说 打大龙了 这种话 微博这一大龙 来得及吗 Coco 你就是那个龙之子 用在一个R上去 这龙就个抢了 怎么说要平成吗 来了 莫外王 找下去 怎么什么 你下去太早了吧 哥们 包抢包抢 啊 别人死了 哎呦 WB竟停手停的好快啊 他们 如果换做我们 感觉有人在打龙 有人在喊停 没办法 我们乌合之众 打伤心的 搞这个阵游是没有翻翻点 感觉现在左边或者右边 随便换换弹幕上去 差不多了 都改变不了游记结果 然后是个人类 不是人类上的玩豆能体 前两天刷到个那个视频 猴子通关我的世界 猴子 对 左边你当那只星进来都行 就随便挑个号叉 你挑个号叉 死哥22分就200刀 这排位才加的吗 比赛都这么爽 舒服了呀 微博记20分钟可以上高地咯 我哭死了 哇塞你看这死哥他除了Q人很痛 你知道吧 他不是别的 他那个小伙劇弄完之后 他Q人腾的一批 他在人群里 Lite你没什么状态了 阿乐 阿乐 阿乐这里有闪现的 没有 阿布雷哥闪现 哇闪现了 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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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丝血 被布隆揪死了 微博记要是23分钟推平了白亚 猴子 哇塞这是微博记嘛 不对啦微博记 英雄一队 队伍觉醒 这两把这是我个人感觉 这辅助差距 一把那个上路其实对线差距 这野虎差距有点大 超级巨大优势WBG A2的狐败今生 今天要被破了 而且A2是一个小局都没输过的 今天直来直接要被2比0吗 这就是微博记的通知的意义 被开了这个位置的小虎 但小虎有闪现啊 你现在拉了三个 有五杀吗 笨蛋 死哥加飞机的后期伤害 谁要偷了 读文全去了 这是微博记嘛 哇操17比 哇操小虎都开始操作的 刷刷虐拳抛击 甩头 飞机一定要这个海牛 知道甩头他就死了 两个倒门下直接倒死 我们飞机全是操作 全是操作 头一甩就是死 微博记撑头了 他敢玩这种东西 微博记这个队伍撑头了 开始了 坏了坏了坏了 露出疗压了突然 2比0让我们恭喜微博 喜欢学传奇杯的理解 哎呦 这不选的就是传奇杯正宗 很简单啊 赢了 要吧 感觉在虐 微博记 难道说绿色对服才是他们的仗衣 我操真变成关羽了 不五关斩六将了 害怕 上线亚军回来了 这个有点像世界亚军了 这个有点像了 微博记也回来了 终于可别人握手了 这是正常的微博 对 小虎真屌啊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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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真的太帅了 今天的微博记真的陌生 每个人都敢操作了 跟前几场完全不一样 有那种破釜沉舟的气势 小虎这下薛发明智 不会真要过五关斩六将了吧 L不愧是侠之大者 劫富济平 这下给微博这一充波电 真不好说了 各位怎么说 多视角的激情解说 大伙喜欢这种剪辑方式 点个赞支持一下呀